他们每天很早就起来了 到弟弟去扯早啊 教学呀什么都是他们自己联合 现在还在做这些呢 现在还在做 是不是空前还给这些产友做饭 他们不管这是为真谛还做饭 还打扫卫生 我常有每天的聊天 还给他们洗衣服 这是勤劳的一家人 但是正因为勤劳 这个普通的劳动作 其实最有智慧 也最容易健康长寿 他们一直在耕作呀 劳作呀 所以保持着身体的健康 他们有事情做跟残友聊天 保持着心理的活跃和健康 所以你看又健康又长寿 你看这老妈妈这头发染得黑黑的 老年轻了可不像85岁 您像65岁阿姨 真好啊 特别朴实的一家人 虽然他们可能做的 不是特别大的事业 也不善言辞 但是一路走来 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80多岁了还在帮你们 但是他们也特高兴 特愿意啊 我相信谢先生 还是有很多话想和父母说的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 跟父母老两口 也说两句感恩的话吧 好吗 来 好妈妈 我们的工作 愿意带来的核赌的麻烦 也给你们添了很多的负担 一直为我们 抽出的核赌的更新 谢谢您 好 那我们请咱这个谢先生代表一家人 上前说出幸福心愿 好吗 来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让我们的产生朋友 生活得越来越好 谢谢 谢先生还是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产友 那我的理解为 可能农场经营的更好 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产友 更多的工作机会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好 那看看我们幸福观察团的老板们 怎样帮到你们 来有请 非常有爱的爱心农场场主 以及你们的一家人 听了你们的故事呢 特别感动 我们中视环硕传媒 愿意长期的去订购一些农产品 给我们的员工发到福利 同时也帮助更多的人 能有更好 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 谢谢 看到您的老父亲啊 已经85岁了 这身体还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说呢 这个肌肤之人呢 必享受这个健康长寿的 所以呢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减肥基地 愿意对您的心愿呢 助力一千元 希望在您的帮助下 有更多的贫困的残疾朋友呢 尽早脱贫 您做的就是我们这些 在城市中打拼的人 梦想的生活 在田园间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一家人在一起 一起努力 携手打拼 就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 所以呢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这种温暖 又朴实的故事 我们银朗体育跟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呢 特别希望能够从您这边订购两千元的农产品 谢谢 其实在我们当间社会当中 还是有很多弱势群体 他们可能是幼小的孩子 可能是身有残障的朋友 可能是遭遇不幸的人 可能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心和爱心 真正需要的是像我们这一家人 质朴中的智慧 他们真正的创造了价值 给到这些人 让他们在生活得到温饱保障的同时 也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碍 所以真的要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这一家人 谢谢 也希望你们幸福快乐 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谢谢